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毅力更换头灯办法 首先的话我们需要一个十字螺丝刀 然后将头灯两侧上段螺丝大概松出来五牙 下段螺丝的话是不用松的 然后我们用力推头灯上下过尾 头灯取下后我们将头灯连接线拔掉 然后喇叭连接线拔掉 接下来我们拿新的头灯 把它装回去 装回去时先要确保整车是在断电状态 第一我们先接喇叭 喇叭的话这边接口这边是有一个凸块的 那这边的话灯这边的话它是有一个缺块 所以这边的话用它的凸块对准它的缺块插进去 然后大灯连接线 同样它这边是有一个凸块 它内侧的话也有一个缺块 这样将它对准 然后再插回去 插回去之后我们可以打开电源 可以先试一下它的各功能 是否完整 如完整我们再关闭电源 将大灯装回去 装的过程中的话一定要 处理这些线的话一定要卡进去 不能让大灯压倒 然后将大灯塞毁 再锁紧两侧螺丝 这样就完成大灯更换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演示 如果当Eni折叠电动车转把出现不回弹的现象 以后当转把你到底之后而松手 就转把它不回弹时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处理 首先的话我们要将这个靶套螺丝给松掉 我们使用的这个类六角的话它是M3的 所以用M3类六角螺丝将这个靶套给松掉 松掉之后来回转动这个靶套 在转动这个靶套过程中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手再转动这个转把 看它是否回弹 如果已回弹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手 稍微将靶套向外用力往外拔 然后再把这个靶套给锁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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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